李铁说出大实话 为何不用阿兰洛国父 原来背后有军师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咱们聊一下国足聊一下12强赛 大家都知道国足在12强赛的前四场比赛 可以说打得比较差 只赢了一场 而且是绝杀对方 前四场比赛结束之后 国足回到国内休成了一段时间后 也是因为没有保住主场的原因 也是继续前往中立球场 阿联球沙家 去参加第五场和第六场的主场比赛 先打阿曼再打澳大利亚 这两场比赛可以说对国足来说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积分比较落后 需要迎头赶上第一集团 所以说必须要击败阿曼 在前往沙家之前 李铁也是接受了知名媒体的专访 当媒体也是问到 关于规划球员的使用问题时 李铁也是详细的正面的回应这个问题 他也是因为 他也是表示之前阿兰洛夫的体能 确实不足以支撑全场 他也是表示 国家队的教练组和教练工作人员 有专专业的高科技的仪器 去对每一个球员的体能进行测试 在测试的过程中 阿兰洛夫确实的体能不足以支撑全场 所以说就没有让他们打手法 很多球迷得知之后 也是嘲笑李铁也是认为 李铁靠背后这些所谓的军师 去决定国家队的手法任务 难道张希只要王刚等人 难道他们体力就合格吗 李铁的这些回应 也是没有得到球迷的认可 球迷也是认为李铁可以的去回避这些问题 所谓的这些高科技手段 其实也是李铁的一些借口吧 在采访中李铁也是表示 阿兰洛夫的体能 在这段时间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也是在日常赛的几场比赛中 得到了手法的战容 也是都获得了剑球 从这一个细节我们也可以看出 有可能在第五场第六场比赛中 李铁很有可能会派上阿兰洛夫去打手法 因为他在采访中已经说了 他们的体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如果你再不让他手法的话 可能就说不过去了 之前你是因为体能不行不让他们上 现在体能已经恢复好了 为什么还是不能上 如果不上规划球员打手法 输了球之后 跟你说李铁是很难下台的 再加上足球鞋主席陈徐源 也是前往沙迦去给球队助阵 所以说李铁面对一场不能输的比赛 可能会破釜陈徐的多上几名规划球员 从前四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 规划球员上场之后 确实有一个很大的改观 不管是在场面上 还是整个球队的控制力 整个对于比赛的流畅度 都有很大的提高 所以说规划球员的使用 我们还是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让他们去为国家队冲锋线战吧 毕竟大家现在都是中国人 所以说在现在国家队比较困难的时候 我们需要拿分的时候 一定要更多的去使用这些能力强的球员 不要管他们是不是规划球员 希望李铁在下一阶段的比赛中 能够真正的去开发这些规划球员的潜力 不要让他们在下半场再落后的比较多的情怀的去扒回来 说实话 即使规划球员能力再强 对不对 如果你上半场丢好几个球之后 再让下半场再指望这几个规划球员去逆转比赛 可能性不是很大 所以说希望李铁也是在第五场和第六场的比赛中 更多的去信念这些球员 很多球迷也是都支持国家队更多的使用规划球员 那我们就大胆的去用他们 花了那么多钱 我们要花在刀刃上 对不对 不知道你觉得在这个阿曼达比赛中 规划球员能上几个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